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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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负棒是57公斤 位于7号闸 9号马 中国梦 来自中国的六岁六色公马 骑士迈尔耿 练马是四十股愣 马主是玉龙马业 负棒是57公斤 位于3号闸 10号马 玉龙出格 来自中国的四岁六色母马 骑士阿赫特列克 练马是许富强 马主是马静 腹棒55公斤 位于10号闸 好 比赛开始了2800米的比赛 跑一圈半多 接近两圈是一个同时考验耐力和冲刺爆发力的图成 由于出于侧棋 还有一个策略的考量 所以说前期看到我们马匹的跑的速度也不是很快 在蓄留体力 在保证不落后队伍的情况下 为最后的指导做冲刺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一个赛型赛况 率先在领先状态的就是我们二号马 龙行天下 排在本场比赛第一位 那么在后面就是中国梦 苏赛的优秀的儿子 以及10号马 玉龙出格也是排在本场比赛第三位 那么接下来看到的就是6号马 蓝色彩帽的盛世腾云 是排在本场比赛的第四位 以及众心飞雪 那现在看到的是两匹马在一路斗销 我们画面中间看到的是2号马 龙行天下 以及9号马的中国梦 两匹马是在斗销 然后在后面的话已经是领先了他们四五个马位之九 那么姐姐在后面就是6号马 盛世腾云 7号马 众心飞雪 还有3号 合力神龙 以及4号马 东兴藤骏 那么战列本场比赛最后一位的就是5号马 众里 新月 但是现在2800米的屠城还不着急 两匹马呢还是在前面一路领跑中国梦 以及2号马 龙行天下 那么第三位的话也就是10号马 玉龙出格 是跟他们差盖了大概是三四个马位 所有的马匹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马匹已经要过到了 马上要第一次过终点线了 后面的马匹的速度呢也在慢慢的跟他们缩小间距 我们看到了马匹已经第一次过了终线 所有的马匹还是在快 还是在一路后方折服 还不着急 我们还有整整的大概一圈的屠城要跑 2800米的屠城呢是一个标准的屠城 我们看到龙行天下 它其实在开罗赛的1200米中取得了继军 又在第三个 第五个赛是1800米中取得了继军 所以说这匹马其实它擅长的屠城也是比较全能的 它复兴呢是来自旭日港 其实呢是由建国侧齐的 中国梦的话 它其实它苏萨的子嗣也是一个比较全能的赛区 从1000米到2000米的屠城全部都胜出过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我们这两批赛区是否能够笑到最后 继续往后看 华语时尚已经慢慢追了上来 我们也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的一个模式 华语时尚也是在最后的大概是1000多米 1000米的距离上面慢慢的已经追上来 赶超到了第三位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在华语时尚旁边的就是6号马盛世腾云 加在它中间后面的就是5号马 众力欣悦也慢慢追了上来 在它旁边的是4号马 东兴藤俊 那么在搬场比赛第8位的就是3号马 合力神龙 赞列本场比赛最后一位的 我们来看一下10号马 绿龙出格 好 现在画面继续往回转 往回转过来的时候 发现了排位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就是我们的1号马 大人文华语时尚已经冲了上来 突出了重围 率先排在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位 那么它最后的400米的最后直线冲刺 是否还能够延续上一场2600米的辉煌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下 所有的骑士也已经挥边催马 看到了 所有的骑士都已经开始加速了 5号马 众力欣悦也已经追了上来 在后面的就是4号马 东兴藤俊和2号马 龙行天下 比赛继续的最后的100米的冲刺 华语时尚速度是非常的快 太快了 我们的1号马 华语时尚率先冲过了比赛的终点 接下来就是5号马 众力欣悦以及2号马 龙行天下 我们现在来公布一下中国马祖联盟杯遇赛的第一场的2800米的前三名的比赛成绩 第一名华语时尚骑士 奥白云 练马是牛文广 马祖是华语马业 他的成绩是3分27秒72 好 第二名众力欣悦 他的骑士是阿拉德特 练马是张瑞蕊 马祖重力马业 最终成绩是3分29秒75 第三名是龙行天下 骑士建国 练马是张明亮 马祖是星藤马业 最终成绩是3分31秒42 让我们恭喜获得前三名的赛马 骑士练马师和马祖 明镜是2分之一